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做Carbonnara 就是我們在台灣常常被稱作 奶油雞蛋麵 它裡面既沒有奶油 也沒有培根 它是有雞蛋的 那這道菜呢我覺得 它是在世界上最常被誤解的料理之一 材料其實非常的簡單 就是Guanchale 就是鹽製豬夾肉 Pecorino Cheese 然後以及最重要的雞蛋 裡面沒有鮮奶油 不要加鮮奶油 不要被我知道你們加鮮奶油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要大量的胡椒 如果你吃到這個Carbonnara 裡面沒有胡椒的味道的話 它就是不合格的 好 我們現在等水滾 水滾之後呢我們要來加鹽 這個是煮義大利麵 很重要的技巧之一 就是要加大量的鹽 我們通常在煮義大利麵的時候 我都會建議你就是包裝上 寫13分鐘的話 你就是大概減少兩分鐘 因為你之後還要在醬汁鍋裡面 繼續煮嘛對不對 但是呢這道麵它很特別 你的那個時間要再拉長 不然的話因為醬汁 不會進到這個鍋裡 它不會加熱 為什麼呢 等一下就知道 那我們先下麵 因為那時間長得要滅 好 好 這個就是非常香 非常香的Guanchale 這個Guanchale在這個道麵裡面的作用 除了增加它的滋味之外 還有就是貢獻它的口感 像這樣子的大小 因為它等一下我用油煸過之後呢 它會稍微再縮一點點 然後它會酥酥脆脆的 那如果你煎得太細的話 它會沒有那個口感 那就不好吃了 我們現在開這個火 裡面不用加油 好 我們現在丟進來喔 剛剛這邊有打了蛋黃在裡面 有沒有記得 培根沒有培根 但是裡面有雞蛋 我們就把這個雞蛋丟進來 這個雞蛋呢 我們幾乎不會讓它去煮到 所以你要選擇品質好的 不然其實你是有一點在生吃這個雞蛋 還有我們的Pecorino Cheese 放進來 再來加一點 不要害怕它就是要這麼大量的起司 它那個味道才夠喔 好 再來就是大量大量的胡椒 沒有胡椒就不標準喔 現在攪拌攪拌攪拌 因為呢 我是用蛋黃 再加上一點點一點點 一點點很微量的蛋白 裡面沒有液體 沒有鮮奶油 好不好 加上起司之後 它會呈現一個像這樣子的狀態 很正常 沒有關係 噢 還有一件很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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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事情 就是呢 我們在做任何義大利麵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蒐集它的麵水 這會讓那個麵啊 跟它的醬汁 更好的結合在一起 可以乳化 油已經出來了 看到沒 揪紅揪紅 我現在把這個油力出來 這個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東西 千萬不要灑灑吧 丟掉 好香喔 聞到沒 過來一點 過來 你聞了嗎 聞 好 我現在把這一鍋開了 倒一點點麵水 把米眼放進去 然後跟剛剛的那個油脂有沒有 進去稍微有一點乳化的感覺 剛剛的這個油有沒有 它已經稍微比較溫一點點了 我們就可以把它加到這一盆裡面 它可以增添它的香味 好 我們現在先把這一鍋 稍微跟剛剛的油結合 好囉 這一鍋它現在它已經有一點乳化的那個感覺 那個油本身已經油油亮亮的 好 我現在把它倒進來 然後倒進來它還有帶了一點麵水 好 活潑 剛開始的狀況它一定是會有點稠的 因為我們剛剛有那個起司跟蛋 纏在一起 所以這一段時間呢 我們就是慢慢的攪拌它 讓它們均勻的混合 然後呢 那個質地不對的時候 用我們要達到的什麼滷化 讓它變成一個creme的狀態 所以呢 如果液體不夠 我們就會加一點點麵水 覺得它有一點濕 我們就加一點起司進去 這個都是這個時候可以做的事情 再加一點點水進來 超級漂亮完美 好 我們現在要進行最重要的一個時候 就是擺盤 胡椒 還有 就是最重要的 我們要增加口感的那個guanchale 完成 最正宗的California就這樣完成囉 如果你想要學更多經典的義大利料理 歡迎加入我的線上課程 剩下一點 看我酸好吃的 全面前面 這是一種的 感谢观看